啥是Groom鱼?为何要Groom?怎样Groom? 其实Groom鱼这个字我第一次听到时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不过没关系,当你看了这个视频后 相信你会对Groom鱼有一些认识并且知道如何做 看掉之前都会打败下鱼,也就是Groom 其实,Groom鱼呢不当只是斗鱼 鲸鱼、花罗汉还有其他鱼都可以Groom 所以呢,Groom斗鱼的目的就是要把斗鱼变美,变大变凶 不对,放错了图 变美,变大,变凶 没错,就是这三个目的 接下来会让大家知道如何做到 第一,变大 想把斗鱼养大,就要给它个独立足够大的空间 斗鱼可以在足够大的空间最大化的成长 大家可以预备一个大水桶或任何一个可以大量盛水的容器 同时,喂食量也可以增加,让它有足够的营养长大 第二,变美 Multi-Color Galaxy Nemo多彩系列的斗鱼适合的方法 就是在水里加入懒人叶或香蕉叶 单色斗鱼就不需要懒人叶 加入少许懒药和盐,预防生病就可以 采用的懒人叶一定要是掉落的枯叶,而且要足够干 不够干,或是还带有点黄和绿的都不行 这会产生对于不好的物质 懒人叶的中心叶脂要去除掉,不然在水里会产生直油 减低水氧量 留下叶片使用就可以了 放入懒人叶极小时候,水会呈现深褐色 懒人叶会使斗鱼加速体色的呈现,并且使它的颜色更加深层,而且艳丽 懒人叶的好处实在太多,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三,变凶 我们预备的容器通常都是不透光的 如果透光,就用些不透光东西遮挡起来 当豆鱼被放置在一个黑暗的空间并且长期隔离时 它就会开始有领地意识,同时也会变得更加凶悍 Groom豆鱼的时间不建议过长 一般都在两个礼拜或最多三个礼拜左右 一日三餐为家 吃不完的食物一定要捞出来,避免水汁污染 最后想说 这些方法是可以最大化开发豆鱼本身的潜力 它的上限还是由它的基因决定 所以豆鱼本身拥有的优良基因 才是决定它最后呈现状态的关键因素 我们必须选择可以信任的卖家,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大家在东马想买鱼,也可以找小编 小编自己也有售卖些短尾豆 或是可以推荐你一些优质的卖家 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安康 疫情严重,少出外 多在家养鱼 看小编视频吧 柯柯 喜欢,就订阅起来吧 因为下一个视频不知何时和大家再见 所以大家订阅打开小铃铛 就可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在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